妳覺得妳會贏嗎 有點難 因為我今天的挑法不是用 不能 非常厲害 對… 因為我們前面這樣講他們就會有機可循 因為嚴格來說應該是我們兩個選的風格不太一樣 沒錯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說 認草莓不認人 每個人的投票權 投票券就是一顆草莓 然後老闆是白草莓 白草莓就會代表五顆草莓 好緊張的 OKOK 請開始投 你們可以端詳 端詳 有哪一盒啊 我覺得這兩盒很有先機耶 這個故意擺盤那麼漂亮 五頭他們 這個很大顆耶 對啊 這個其實蠻厲害的 這非常好 好像婆婆媽媽 你們這些婆婆媽 還有那個嘟嘟房的員工耶 好啦 我覺得這個比較特別 好 剩老闆 這一票定生死 可能會救某一杯 可能會 好認真喔 好認真喔 他是一顆一顆在看耶 好認真喔 來 謝謝老闆 好 你來 你也評分一下 對 因為他的色澤很漂亮很薄 對 然後熟度也很夠 對 然後形狀其實這個也都會比較漂亮一點 整體來講的話 這兩盤分別應該是我們兩個 各自誰是誰 你覺得會挑這樣子的人的個性應該是什麼 跟挑這樣子的人的個性應該是什麼 其實我剛剛有一點偷偷的聽到 這個 幹嘛 你幹嘛 你講這講幹嘛過來 你講 老闆沒見見喔 好 沒發現了 好 謝謝老闆 謝謝 謝謝 哥哥是 你故意是挑出來要找一些 找一些那種特別的 沒有 因為我真的是 你找到的是正方形的草莓 我就是要正方形 那是太酷了吧 但為什麼要 就是全部都長那樣是不是 對 你這樣子的想法也是很對 但是因為我們本身就已經 氣氣怪怪了 就想要找一些端正的 沒有 我從小到大就是喜歡這種 比較 真的 你是這樣子個性的人 所以成功彩草莓 真的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個性 因為他就是一個 怪 很怪 他就是一個怪 然後但是呢 我就是想要追求一個就是 高大上 對 但是呢我覺得哥哥也很有自己的風格 然後呢 從他過去的專輯一路到現在 應該說 過去的也就是那一張嘛 錄圍著他新人講的那一張 然後到現在是EP 叫 沒錯 現在呢反而 因為除了這個EP的名稱之後 多了好幾件牛仔褲 又牛仔外套 又牛仔褲 感謝各大丹寧廠商的贊助 然後也不好意思 就是在這個回合呢 你等一下就要再花錢買喔 OK 你這張賣得那麼好 每個排完 全部都是第一名 都是 炎藝閣 你看 你金姐現在走路多有風啊 誰誰啊 炎藝閣來了 因為你們走路多有風 太厲害了 在這邊 恭喜炎藝閣 謝謝 也恭喜我獲得了 第一件採賞名大賽的冠軍 我現在可以免費 免費拿到草莓 然後呢 但是那個老闆 你跟妳講一次 我贏了不代表妳要送給我 因為老闆好像已經想把整個人送給我的 老闆那接下來我們需要妳了 因為接下來我們要做那個 披薩 好 我們接下來呢 跟哥哥一起來做草莓披薩 好 來 有沒有聽到這個歌 就有點那種日本 然後要自己DIY 然後送我一道料理的感覺 其實這邊已經是一個半成品的那個 披薩已經烤好了 但是我們現在呢要把它 Decorate Decorate How to spell decorate Decorate 真的嗎 真的真的 Decorate 哇 這學聽哥哥講英文了 就是很夢幻 好 那我們就先把這個 strawberry 放在這個披薩 OK 我們一起來 OK Decorating Yeah It's now to decorate OK 好 我們就先把那個 草莓披薩去 那我是說裡面 裡面一顆嘛對不對 好像可以看妳想怎麼放 想怎麼放就怎麼放嗎 還是這樣放 是這樣放嗎 我把妳拿這樣 剛剛也 然後妳說隨便都可以 他說Whatever 好 妳是會做甜點 給男朋友那種女生嗎 我家沒烤箱 好 對 推給烤箱 烤箱預買就有了 那如果有烤箱 妳會烤著再走嗎 我其實還好我不喜歡料理 真的喔 對 我也覺得不要這樣逼女朋友 因為我也不會 但是偶爾會出去 中式的也不會 我不知道 我是一個 其實我個性很男孩子氣 我比較喜歡跟我男朋友 一起打電動 或是去賽車 真的喔 妳是打電動的人 我是打電動的人 我從小就打電動 你都打了什麼 小時候很喜歡打CS 然後後來打了一點點 有點像OL 但是 是另外一個叫做HOTS 然後傳說對決 所以說 不好意思 太快了 對 因為我不知道 暴雪英霸 反正是暴雪他們家出的啦 對 所以妳就是跟妳男朋友 就是會打電動 然後也會騎 騎車 騎腳踏車 然後會去賽車 妳們的賽車是真的那種 就是那個 就是go kart 可是是認真在標速的那種 對 好的 除了飄移不會踩煞車的那種 對 所以我不會去做夢 妳的個性其實很man 超man的 所以妳真的也是跟男朋友 是在騎單車的時候認識的 好健康的一個認識的過程 我知道 大家可以多去運動 可以認識另一半 太健康了 對 所以 因為我們有看到妳在發瓶姐會那天 就是突然一個語出驚人 什麼 就是發瓶姐會那天 妳在公車站前 跟大家講這件事 大家 就是 她是說她男朋友 是在她心中覺得長 像彭于晏 因為就是覺得她很帥 但她男朋友不是彭于晏 沒有 因為就是那天有人 就有個朋友問我 所以妳覺得她長得像哪個明星 我就真的想不起來 對 然後她說她是不是彭于晏那一型的 對 我想說 反正她在我心中 就是彭于晏 對 好 sweet 然後 現在太多 就是朋友都笑她 他說彭于晏 真的喔 對 但也是啊 因為彭于晏也有拍 她也不是有拍騎車的 破風 然後一個是健康型的 對 所以妳就是喜歡這種 健康 陽光 開朗大男孩 對 對不對 然後但是同時也會有宅的那一面 就是跟你一起打電動這樣子 那很完美耶 妳就是遇到一個Mr.Right 為什麼11 這種時候放11吧 妳來沒有看到作何感想 沒有就是 對啊 反正剛開始沒多久 所以就 對 然後不能讓大家 她的那個Ego太大 你知道嗎 對 不能自信心爆棚 但是覺得很替妳開心 是 然後大家先 第一波在網路上看到的 跟在各大視頻來聽到 有最好的 一開始有最好的成績是 就是那個很難唱的 怎麼唱啊到底 愛愛上 有幾個愛 我愛愛愛 我愛愛 四個愛 第四個滑音對不對 我愛愛愛 不 再一次 再一次 我愛愛 愛愛 我愛愛 對 沒錯 而且妳說要放鬆 對 因為妳 我發現妳太用力去唱 反而會卡彈 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我怎麼唱都唱不出來 可是妳現在看到就好 妳放鬆就好了 不放鬆 可以放鬆一下嗎 我放鬆一下我的嘴巴 這是喉嚨是什麼 對 嘴巴 我放鬆一下我的嘴巴 對 我愛愛愛 對 是不是放鬆一下就可以了 放鬆一下 這個很棒 這首歌叫 愛上現在的我 然後這首歌是跟高爾瑄一起的 Ocean 對 然後歌詞是 Vivien Vivien 超厲害的 嚇到 超厲害的耶 就是妳怎麼邀請到他寫詞啊 其實很酷 我們幾年前在一個節目上有碰到 可是那個時候 我的狀態就是很不OK 就是我前陣子有生病啊 然後就是 曾經胖到75公斤的時候呢 就上了一個節目 然後那時候就是很沒有自信 然後唱完那首歌 對 唱完一首歌就崩潰大哭 因為那首歌之前就是 大概有兩三年都沒有上舞台 就完全消失 然後他就想說 他就在評 他那時候當評審 他看到我就說 你看起來好眼熟 可是那時候四十幾公斤 跟75公斤是差滿多的 他就有點 他說你是那個 那個星光大道的那個演藝格 對 他說 妳 就 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哭 然後就跟他講說我那時候 反正就很沒自信什麼的 然後他就是給了我還滿 就是很簡單的一句話 他說就是因為我內心太軟 不夠堅強 所以外面大家隨便說一句打擊的話 我就會被動搖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還滿開心有經歷過那一段 雖然Lulul很低潮 可是現在為什麼會出這首歌 然後又要找他寫 對 就是他就是一個充滿正能量的 鋼鐵V 對 對 所以我覺得說女生就是 慢慢慢慢 像我現在快30歲 終於找到一個平衡感 平衡點 然後找到一個 很舒服 然後越來越有自信的狀態這樣 對 好 我們現在到 你要放白草莓嗎 還是不要 白色草莓好漂亮喔 對不對 這是 好 其實不用放白草莓 是 直接吃看看 我剛剛也是 對 直接吃看看 很香耶 感覺更甜 對 不一樣 我一直以為裡面會有點粉紅 因為它裡面都是 裡面是全白的耶 完全全白耶 因為我在那個 看你發這樣音樂的時候 你就是有一個鍵字 就是你現在就是很舒服的 在做自己 然後跟就是 面對各種 不管是工作 還是愛人 還是音樂 都是嘛 是好像以前的專輯 沒有聽過哥哥的風格 這個英文的舞曲 Oh yeah 這首歌叫做 Please Don't Cry 然後一般人聽到 Please Don't Cry 應該會覺得是 男生對女生說 Oh baby Please Don't Cry 對 Please Don't Cry 喔 它是女生對男生說 Please Don't Cry 為什麼要跟男生說 Please Don't Cry 因為我去年呢 嗯 做出了一個巨大的突破 什麼 就是我去Dating 去Dating 嗯 就是其實我在二十八 二十九歲之前 嗯 教的 的另一半都是同學 或者是認識好幾年人 喔 認識的 所以我不會跟不認識的人 或者是朋友介紹 我會覺得很尷尬 很尷尬啊 我非常怕尷尬 我也是 對 然後呢 因為我現在你知道 快三十也沒什麼同學 對 所以想說 好像可以就是 不要再那麼保守 對 就覺得為什麼一定要認識 兩三年才 才可以認識 給他一個機會 就是給我們兩個一個機會 對 然後介紹的 後來我朋友介紹 我就終於沒有打槍了 想說就去 就試試看 其實一開始很尷尬 就完全不認識 對 然後就是 有遇到一些滿尷尬的狀況 然後可是就是變成 有一些挺適合當朋友的 可是就不適合當 就是我見到你之後 我就認定你是我一輩子的好朋友 對 那種嗎 好朋友 對 好哥們 可以一起打電動的那一種 OK 對 可是不能就是交往的那一種 好 對 可是呢就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我是認真很想 覺得 覺得說我們可以當朋友 你是真的想要 對 可是我又不是很想要傷他 然後我覺得這個有個很尷尬的 要怎麼去跟他講說 對啊 怎麼說不 對 可是我真的很想跟你當朋友 對 然後我就把這疑惑呢 變成了Please Don't Cry 這首歌的靈感 所以有點像這首歌 是在對那個男生講嗎 男生說請你不要哭 但是我們真的很不適合 對 可是女生其實是 女生的出發點是有點甩甩的 對 所以是無情 就是說我走了你先不要哭 對 沒錯 這樣子 有一點點 蠻特別的耶 就是你這張EP裡面 每一張每一首歌都不同的主題 然後是很輕 的確是很輕快很明亮的演藝歌 對 我覺得第一張專輯 比較不敢嘗試這種曲風 或者是我不知道耶 就之前太保守了 其實我覺得 因為妳的歌真的很好聽 然後妳真的很會唱 謝謝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哪一種的名 我覺得大家身為妳的歌迷都很喜歡 謝謝 妳只要記住一件事情 妳要一直不斷的有新作品 因為我們的耳朵才貼不斷的就是 做到演藝歌的熏陶 完成了 太好了 好耶 現在演藝歌不只會唱歌 然後還會做甜點囉 很好很好 所以希望那個愛人可以看到說 妳看哥哥是很厲害的 有機會還是做給他吃一下 有熟就好了 不要食物臭毒就好 好 然後除了這個專輯之外 也跟大家說 因為哥哥現在很多方面發展 還有做一個廣播的節目對不對 對 最近開始做一個Podcast 叫這格來尬聊 然後這次 就每一次會請到不同的嘉賓 一起聊一些兩性的話題 然後 因為可能最近就是真的是很敢做自己 所以就把妳知道 平常是以下跟姐妹會聊的深夜話題 搬上台夜 跟大家聊 然後第一集Podcast已經上線 在我個人的YouTube上 好 我們通通去給她 她的哥哥的歌給她聽起來 她的節目給她聽起來 然後呢 最後我們再跟哥哥你的粉絲 跟他們講幾句話 真的好激動 對 因為我們是 因為剛剛前面這樣聊的人 所以要這樣子 要養起 好的粉絲 對 要養起 要跟你們說的就是 謝謝你們 然後希望你們喜歡這一張EP的四首歌 對 今年很努力 再籌備完整整張的專輯 好 請期待一下 好喔 今天非常謝謝哥哥 太好了 我們期待妳的全專輯 謝謝 然後我們再問頂金曲獎 加油 金曲獎 演藝哥 金曲獎 我說金曲獎 你們說演藝哥 金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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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藝哥 金曲獎 好 謝謝 再見 好 好 飽了 飽了 然後就入了 然後就散了 然後就是瞬間就 來 吃這個一定 耶 好好吃喔 真的會翻白眼欸 真的會翻白眼欸 白眼子大家就說 哇好好吃 然後一吃完 嗯 很硬 蛤 你不要想我講下面很硬 哈哈哈哈哈哈 最近尺度是要開 真的 有這麼開 有這麼開 這麼開 怎麼會行不行 對啊 之前也是這樣吧 真的耶 這東西已經不像 你一定是被鬼父親的 哈哈哈哈 好吃耶 超好吃耶 我真的有樣子的運作是做的 嗯 好吃好吃 對